就是2嘛 再加14 這樣的話呢我們把它打勾 打勾之後呢各位可以往右有沒有 應該沒問題 因為這一列不會增加 那往下會不會增加 增加了對不對 再往下 所以整個往下呢 全部都做出來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如果說你的表格是類似像這樣的 需要給他 不一定是一直延伸的一個編號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 用column加上roll的方式呢 把它組合起來 可是這樣還是不行 為什麼 因為呢我希望 第一天的位置 1在哪裡呢 1在這裡 所以呢你會發現這個是4對不對 那現在位置在哪裡 在這裡 所以要跳幾格呢 1 2 3 所以是4-1嘛 就是3格 有沒有 本來應該是位置在這裡 它本來有1了嘛 所以再把這個位置-1 那接下來我要怎麼把這個公式 這個位置 把它套用在這上面 往下往右一次完成 這邊的話呢 你就必須呢 在哪裡減掉呢 在column的地方有沒有 後面再怎麼樣呢 點一下 減掉什麼呢 減掉第一天的位置 但是它把它原來在1的位置加回來 所以 加1 可是這裡喔 這邊 因為這個位置要固定 所以請你在L4的地方呢 按F4 按打勾 好有沒有 再往下